韩国有线电视台TVN在9日晚间举办开台首次颁奖典礼TVN10和LOSTVN在这十年来不仅推出《卫生》《西格诺》《回答8》系列等优质戏剧《SNL》《口丽亚》《一日三餐》《花样》系列等综艺节目也颇受好评 让颁奖典礼格外受到瞩目最终大赏个人奖颁发给赵振雄和李瑞振赵振雄就是在《西格诺》里面失踪的正义刑警 而李瑞振是《一日三餐》李爱指挥人的老大也是《花样爷爷》的盲美挑夫 真是风和百变今年的作品《蒋则辣》在《回答8》1988及《车胜员》领军的实境综艺《一日三餐》于村片 这又让我们想起那双门动向梦里感人故事 还有《车大神》制作的各种好吃料理 颁奖典礼真是带我们记录回忆隧道的一条路牙 除了奖落谁家之外 典礼本身也是看点满满 让我们带助你回顾精彩片段吧 无论 是否我又會有空間 你怎麼說我會有空間 我怎麼說你會說 對 我愛你 好 很喜歡 啊,很漂亮 秀坦 保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